各位迷友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聊大黄鱼 这次咱们从一段网传的视频开始聊起吧 这段视频是我很久以前在网上发现的 我也不知道出自何处 从视频中大黄鱼的品相来看 凭经验我认为它们应该都是野生大黄鱼 这次咱们的视频是在网上的视频 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段视频有什么感受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直觉告诉我他们是在造假 给鱼注射的还有可能是违法添加剂 不过后来我又细想了一下 仅凭这个视频是证明不了他们注射的东西有毒有害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品项修复 还是为了增加重量 还是为了保鲜 还是以上全都有 我没有答案 今天发上来也是希望能有愿意分享的行家出来 在评论区给大家解个货 和大航鱼有关的骗局 我还见过很多有冒名顶替的 有以吃充好的 还有一家乱真的 不过有一种情况 算不算得上是骗 谁才是骗子 我觉得争议很大 我希望大家今天也一起来盼一盼 譬如说 如果有人发现其他地方养的大闸蟹 看起来和吃起来都和羊成糊的没有什么区别 然后翻过去洗个澡 价格翻了好多倍 您觉得这算不算是骗 如果算您觉得是低价区养螃蟹的人骗了您 还是高价区卖螃蟹的人骗了您 还是曝光了这件事情的人骗了您 大闸蟹这种情况 现在在大航鱼这条鱼上面重演了 看过我前些天第一期讲大航鱼视频的人 不难从评论区看到 很多人把矛头指向了 我这个曝光了有人把野生大航鱼 从低价区翻卖到高价区 去卖高价这件事情的人 那些视频上线都十几天了 到现在还天天有人来找我麻烦 说我的视频质量垃圾 缺乏常识 要求我下架视频 有些没有说你动了人家商家的蛋糕 这些人都是利益香港的人吧 说实话 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人 和我一样也是普通消费者 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年底 某个大鱼探店引发评论区大战的事情 他们吃的菜 里面就有野生大黄鱼 我想我这次也类似 得罪的人不只是商家 还得罪了很多有大黄鱼文化信仰的普通人 细心的朋友 看我的第一期视频 应该不难发现 我并没有否定大黄鱼能卖高价 和大黄鱼民间人化的事实 我只是告诉大家 大黄鱼不是只有高价区才出产 它在别处没有这样的民间文化 也不高价而已 万万没有想到 这条鱼在部分人群里 已经被信仰到 不允许别人说它不好的一面 我以前告诉大家 东西班有什么坑 斗仓有什么坑 花螺有什么坑 缩子蟹有什么坑的时候 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拍手叫好 没想到 到了大黄鱼这里 竟然反过来 可见这些年 它已经被神化到什么程度 这就好比像 我告诉大家 吃的阳城湖大闸蟹 有很多都是洗澡蟹 很多消费者 还跑来打我一顿 甚至努力向其他观众证明 我在说谎 搞得我不得不 随后又出了两期视频 自证清白 把科学家和鱼类学 主事业都搬出来 证明我懂得认大黄鱼和小黄鱼 证明大黄鱼 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稀有 在评论区 还有很多人试图证明 南海的野生大黄鱼 没有东海的野生大黄鱼好吃 站在你的立场 你说的都对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 树叶还没有两片一样的呢 拒结不同 鱼的风味也略有差别 我相信您很厉害 每一条鱼都能吃出它的身边来 但是对大多数的人来说 这有意义吗 同一物种 同样是在海里长大 风味已经无限接近 如果南海的野生大黄鱼 真的不好吃 那请问 为什么南海大个体的野生大黄鱼 被大量翻过去高价区 卖了这么多年 都没有被高价区的消费者发现 为什么曝光这件事的人 不是天天吃他们的人 而是我这个生活在南海的广东老 高价区的人们 吃了这么多年的南海野生大黄鱼 都没察觉不是东海的 不就已经证明了 南海和东海的野生大黄鱼风味 没多大区别了吗 也许有的人还想说 我在广东的酒楼 吃过野生大黄鱼 南海野生大黄鱼就是不好吃 请问您怎么确定 您在广东酒楼里吃的大黄鱼 不是店家用养殖大黄鱼来回忧人的呢 很多人还试图用我没说 经济以上大黄鱼价格这个事 来证明我在故意隐瞒 大个体野生大黄鱼 在广东的实际售价 我当时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 大个体的野生大黄鱼 被人截胡 卖到价格更高的高价区去了 菜市场没得卖 你要我报什么价 报过虚假的价格吗 鱼民又不傻 要是能在广东广西海南 能卖高价 他们会卖给高价区的鱼饭 想知道我说野生大黄鱼 在广东广西海南 没那么值钱 是不是谎言 其实在评论区就有答案 你翻一翻第一期 我讲大黄鱼的评论区 质疑我的 有几个是广东广西海南人 如果我真的有说谎 根本不用您动手 广东广西海南的人 就会跳出来揍了 IP真的是个好东西 要不是有它 这次我真的是 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同样是食材 现在越来越多人认识到 阳城湖大杂蟹好吃 不代表其他地方出产的大杂蟹 不好吃 为什么野生大黄鱼 就不可以 实话说 我是非常喜欢大杂蟹这条鱼的 它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着中国海鲜的未来 过去海鱼都是在 近海的鱼塘里养 或者网巷里养 由于受养殖条件所限 风味和野生的差距很大 养得不好 不但没有鱼鲜味 还有一股土腥味 最重要的是 这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 我小的时候 近海沙滩都是这个颜色的 现在大部分都变成了这样了 近年来国家为了自己污染 鼓励深水养殖 我认为这样做对所有人来说 都是件好事 不但可以把污染 迁移到进化能力更强的外海深水区 还可以养出 无限接近野生鱼品质的好鱼来 大黄鱼就是走在 深水养殖前端的鱼类之一 我也很期待 有机会试一试 深水养殖的大黄鱼 可是当我了解到 深水养殖大黄鱼 被有些地方卖到500多块一斤的时候 我热情大见 当我再从行家那里知道 有些名气很大的深水养殖大黄鱼 实际上是在低下区养殖以后 再拉过去洗澡 然后卖高价的 消费者还吃不吃来不同 我所有的热情都没有了 大家觉得 这是不是很像大大鞋 加个标签就卖高价的现象 所以我决定再等等 先用精神来支持他 现在您明白我为什么要表达 别追本大黄鱼的观点了没有 这条鱼 我真的是见过太多坑了 这个行业 利用它来忽悠人赚钱的事情 数不胜数 一切都源自过往 各种媒体对它片面的解读 让大部分人都认为 它必须稀有好吃贵家 假如大家都把它当条菜鱼 又何来今天这么多的 大黄鱼骗局和乱象 我不随大流 把贵家海鲜 把野生大黄鱼 当普通食材来评述 何错之有 实话跟大家说 大黄鱼这个系列 我做得很累 好多天都没睡好 从来没想过 要做这么多期的视频 来自证清白 有些朋友叫我不要做了 再做下去就取关我 抱歉 我认为发生在大黄鱼身上的事 对于大家了解 怎么理性 去吃海鲜这些事情 非常重要 我有必要在互联网上留下 它没有人去说的一面 既然那么多人 想知道荆棘野生大黄鱼 在低价区能卖什么价 那下一期 我就给大家答案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也谢谢你看到这里 欢迎持续关注 我是梅大树 再见